我们今天来分享万用的酥式月饼皮 这个饼皮我稍微调整一下 以及做法之后 其实比较不容易破酥 或是冷却之后隔夜会发硬的这个问题 所以配方照着做的话 效果真的很好 可以试试看 我们先来做油酥的部分 我今天的油酥是用低筋面粉 配上全部猪油 或是无水奶油 也就是酥油 或是你要各拌也可以 这样还会有一点点这种奶油的香气 但是不要用普通的无盐奶油 因为它的口感真的我测试过 没有那么好吃 如果是像影片一样做少量的 其实不用机器 单纯的把它搅拌均匀就好 那如果你是做大量的 你可以直接用机器的搅拌头 或是叶片的都可以 我们主要就是把它搅拌成均匀的一个 油酥面团状就好了 像你现在看到这样子 那我们先把它包上保鲜膜 如果你现在夏天操作起来 你觉得特别的粘手 你可以戴硅胶手套 那或是等一下你要去接触这个油酥的时候 可以先稍微冰镇一下 但是记得一个大前提 不要把它冰到变硬的状态 就是只要不沾粘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来做水油皮 水油皮的部分我一样低筋面粉 高筋面粉 我有我个人调整过后 我比较喜欢的比例 你们可以参考看看 那再来就是糖粉 或是普通的白砂糖也可以 然后再来一点盐 如果你是做咸味的内馅你可以加盐 如果你做甜味的内馅不加盐也没有关系 然后再来我一样用猪油 如果你是做素的口味 那你就是改成无水奶油 记得也不要用普通的奶油 然后我加的是冰水 这个冰水我有在下方自确栏给一个范围 因为主要我们的面粉吸水度不同 会有一点落差 但是这个面团的确是一个偏软的面团 然后我们把它上手揉成团状就可以 如果你是用搅拌机的话呢 就是把它搅拌到光滑的面团状就可以 你就不需要像我们用手揉的需要松弛静置 你就是一次到位可以把它搅拌到光滑的面团状就好了 像我们现在用手揉 你会感觉其实它只是均匀 但是它没有那个光泽 你可以下手揉个一到两分钟之后 收成团状 我们让它松弛一下之后 大约就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你再回来稍微揉一下 你就发现这个面团就光滑了 松弛静置20分钟之后 我们把这个面团拿出来稍微揉几下 你发现它就光滑了 面团光滑之后 我们就包上保鲜膜或是在密封袋里 我们让它在室温静置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达到你现在看到这种延展性 这个环节非常重要 所以记得一定要透过等待的时间 让你的面团达到这样的延展性 再来进行下一个步骤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油皮分成均等的13等份 如果你要做比较大你可以分成10等份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收成一个小圆球状 不需要滚圆 因为它现在的延展性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再滚圆它可能会变得比较紧 你等下要包这个油酥的时候会不太好包 那我们一分好之后就盖上密封盖 不要让它封干记得 你的油酥要跟你的油皮的比例是1比1 也就是说你的油皮是分成多少克一颗 你的油酥就是差不多那个重量 那一样我们把它大概收成一个圆球状 因为油酥现在夏天的关系 你可能室温放久会比较粘手 你可以先让它冰镇一下 但记得油酥一定还是软的状态 只要它不粘手的状态 你就可以来操作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水油皮收口的部分朝上 我们先把它捏成一个圆饼状之后 把这个油酥放上去 你用虎口慢慢的往上拉 大概剩将近一公分左右的一个开口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手指头轻轻的把它捏合在一起 它只要粘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你记得如果你是新手操作比较慢的话 就是做好一颗 就是放到保鲜盒里 尽量盖着 或是用塑料袋盖着表面 比较不会风干 因为你一旦这个皮有风干洁皮 你后面操作你都会觉得非常难操作 而且口感也会有所影响 接下来第一个包好的一个面团 我们收口朝上 然后滚上一些手粉 按扁 稍微擀成一个土圆形 不要擀太长不要擀太扁 然后对折 然后你如果跟我一样是木头台面 记得撒一点粉 不要让它粘住 这样就不会破酥 那我们一样就是往上往下擀之后 变成一个一个手掌半的一个长度就可以 然后把它拉均匀 我们就卷起来 卷好之后放回密封盒 再看一次 我们把这个面团收口朝上 你可以用手掌按扁也可以 变成椭圆形之后 对折 然后转一个90度之后 我们把它擀长 你可以看我手法 从中间往上擀 从中间往下擀 擀成我们要的长条状之后 轻轻的卷起来 你可以看都没有破掉 卷好的面团记得放到保鲜盒 松弛15到20分钟之后 我们再对切 我是用拇指在中心点用力往下捏断它 这样顺便就可以收口 那分好的面团盖上保鲜盖 一样接着松弛至少一个小时以上 接下来把你要做的口味内馅分成小圆球状 把它捏紧实变成比较圆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放冷藏让它定型 那我会记得你的内馅的比例跟面皮是1比1 这样做出来就是皮薄线多 所以如果你也是有加蛋黄的话 你记得蛋黄的重量再加上内馅的重量 加起来就是跟你的外皮的重量一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内馅都准备好 现在面团松弛够了 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收口朝上 稍微拉长一点点 然后把它对折起来 然后用你的拇指慢慢的把这个面团往外捏扁 捏成一个接近圆形的饼状就可以 我的习惯是捏完一个饼皮 把它放到密封盒 全部都捏成饼皮状之后再来包线 如果你摸起来的这个面团或面饼 手感上有点干干的 记得喷点水再来进行下个步骤 因为它只要有点干干的 手感上 你在做最后包线一定会有很大的困难度 那我们现在示范包线的部分 这个圆饼皮中心点放上定型好的内馅 反过来用你的食指抵住这个内馅 另外一只手的虎口转圈 轻轻的往下 就是集中你这个面皮紧贴着这个内馅 到收口大概剩下一公分左右的开口时候 就可以用你的虎口把它捏紧 你可以看我这样收口不会有太多的皱褶 然后再来是一捏就粘在一起了 因为你的面皮没有干掉 然后变成你整颗是很均匀的一个厚薄度 接下来如果你的口味是需要刷蛋黄液的 我会建议你的蛋黄你可以加一到两滴的食用油 搅拌均匀之后再来刷 那我一般习惯我会分三次去刷这个蛋黄液 第一次刷完了之后让它表面稍微是不太粘手之后 再刷第二次 这样才能够挂得住 那你如果想要它的一个蛋黄的一个颜色效果更漂亮 你选用红心蛋黄效果会更好 如果你做的这个小月饼的口味是不需要刷蛋液的 原则上你只要包好内馅之后 烤箱预热到我们要的温度 那你就可以直接放进去烘烤 第一次的蛋液刷完之后 你可以把它转个盘 然后你等到它稍微不粘手 我们就可以刷第二次 你第二次刷完也是一样 要等到它比较不粘手 再来刷第三次 那原则上我们今天烘烤的这个温度 我会先高 然后在降温之后再把它烤熟透 所以我是用200度上下火放在中层 然后先烤个10分钟之后 烤箱门可以稍微微开 让它降温到180度左右的时候 再接着烤15到20分钟 那因为每个人的烤箱 它的上下火受热均匀度会有影响 所以需要自己去调整 然后烤出最漂亮的一个蛋黄酥 或是你的小月饼 那这个是出炉之后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看完全都没有裂开 这个皮是非常的光亮的 而且它真的是酥到掉渣 我有测试过这个放了第二天 还有第三天 都一样非常的酥 如果你做的当天没有吃完 一定要完全降温之后 再把它放到密封盒里面 这样就可以 要吃的时候不需要复烤 它的口感一样很酥 非常好吃 你只要不要让它受潮的话 然后也不要让它风干 这个口感你放第二天第三天 我试过都还是非常好吃 酥到掉渣 我们总结一下重点 第一个 水油皮要到它非常有延展性的时候 再来包油酥 油皮跟油酥的比例 我也是建议1比1 那再来是我们内馅跟外皮的一个比例 1比1的话也是做出来可以是 限多皮薄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你的这个月饼是需要刷蛋黄液的 我会建议你分三次刷 那每刷一次中间间隔的时间 让它稍微有点点干掉表皮的一个状态之后 再刷第二次 那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接下来我会陆续分享不同内馅的口味 我们下次见